好,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事實上是一個聯考題 一個小題目就變出一大堆變種的題目來 這個題目它是說 這個小指點在高度大H上面 它的速度,做圓蹤運動的速度是V 那麼它是問說 當這個小指點的速度降乘3V的時候 降乘3V的時候 那麼它高度變成多少 高度的話 速度變成3V的時候 那高度變成多少 高度變成多少 好,這個的話是一個聯考題目 我們把它的結論寫下來 它的結論就是這個速度V 跟這H有這個關係 跟號ZH 好,那這樣子的話 它速度變成3V的時候 那它的高度 我們假設叫做小H 就是等於跟號Z小H 那小H跟大H之間的關係 我就可以算出來 我就把它除上去 就3分之1 等於多少 根號小H 除以大H 好,那這樣的話 我兩邊給它平放 9分之1 等於多少 小H除以大H 那這樣我就曉得小H 是等於9分之1 大H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1